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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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顾佳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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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我来了 殿下 你可算是醒了 你都昏迷了七天七夜了 小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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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末将有紧急军情向您并报 说 告现联合西州王瞿天泽 起兵谋反了 什么 皇上 不计划 以我们针对的实力 要与中原硬碰硬 还是有些风险 如果要能够联合丹蚩王 利用丹蚩的兵力 那我们的胜算就大了 不过 想要说服那个老王顾 还是有一定难度啊 不管那丹蚩王 搭不搭一趟 既然已经安了赢 扎了债 我不管胜算是大是小 我西州绝对不会临阵退缩的 皇上 我们的目的是要赢 赵敬羽方面我去说 要是他们不吃我这一套也没关系 他想夹在中间安稳度日 绝没那么容易 也好 你们中原人的弯弯绕 就让你们自己去绕吧 是 王上 您的手里 也有一个决胜的筹码 此话怎讲 我听说九公主回来两天了 是要如何 王上 豊朝皇帝现在病重 无力顾及朝政 太子李承鄞算是半个皇帝 也可以说他就是皇帝 但是他为了九公主 已经把赵敬羽的女儿赵瑟瑟逼疯了 由此可见 李承鄞对九公主的感情 不谦哪 我们正好利用九公主 协制李承鄞 这样做和我父王把小枫送去和亲来求和 又有什么分别 我西州男儿无谓流血牺牲 绝不会让女人站在前面挡刀剑 我与你此次对抗豊朝 就是要出一口气 证明给天下人看 我西州 绝不是任人宰割取义逢迎的懦夫 如果现在把我妹妹再拉进来 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我劝你断了这个念想 我依然是要主要的 我乱想了 你做的 我认为你做的 我认为你做的 你做的 我认为你做的 用和亲这招平定边境干戈吗 这说明豊朝的兵力 是外强中干 要不然的话 他们早就派兵荡平西州了 何必等到今日 什么为了黎明百姓 为了设计江山 也只不过是说辞罢 王上 谁是胜利者 百姓就会跟着谁 坐江山不能只看眼前 王上 您的未来不可估量 弟兄们 血史之日到了 拿出血性来 让中原皇帝 尝尝我们的厉害 鱼血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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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一定要与豊朝开战吗 是 是 哥哥 中原并没有要与我们起争执 你一定要主动挑衅吗 见义离贤 况且 我不是主动挑衅的 我只是为了西州 找回曾经的尊严 这一直是我的梦想 也是所有西州哪个人 与兰儿的心之所向 况且你是为什么逃回来的 难道不是因为恨 因为不平 因为他们让你受的苦吗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妹妹 不 哥哥 我不是因为这些回来的 我原来以为我活来是对的 可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我自己当 你还在中原当太子妃的话 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 无畏和坦荡 我明明总感受到 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注定 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注定 我明明总感受到 你说的这个 我很清楚 你煽动西州对抗豊朝 可这实力悬殊 无异于以卵击石啊 我赵某 为什么要和你冒这个闲呢 静语兄 在西北疆域这个地方 西州 硕部 都是我高显的人 就算我打不过中原 也顶多落下一个叛贼的骂名 你以为你夹在中间 就能独善其身吗 如果你我联手 加上西州的兵力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西北之地 我军熟悉地形 后援充沛 他李承鄞想赢我绝非易事 只要撑到河潭 你我要求独立建国 到那个时候 在这片大草原上 你我称王逍遥 岂不快在 静语兄 你女儿在东宫受尽屈辱 被李承鄞逼疯了 难不成你现在还选择效忠于他吗 赵静语 你没时间了 赵静语 你没时间了 好 丹蚩出三万铁骑 前去支援 好 静语兄 那我就等你出兵安营 请 行 大人 您真的要跟高显一起谋反吗 一旦选择这条路 那可就真的难以回头了 我怎么会被这个愚蠢的亡命之徒 落下水呢 那大人 您又为什么要答应他呢 你呀 你呀 你也不想想 如果我不稳住他 就这么一个亡命之徒 他能放过我吗 现在中原也知道目前的状况 如果我加入高显 中原评判高显必定困难 这样朝廷就会开出丰厚的条件 和重兵笼络络于我 如果丹蚩不加入 一旦开展中原必胜 现在朝廷上高显已经被扳倒了 如果我赵某人 再回到中原 带着这样的丰功伟绩 这朝中 谁还是我的敌手 大人英明 昨日献报 传太子妃擅自逃回西州 那么李承鄞一旦登基 我的女儿就是皇后了 她即便是疯了病了 她也是皇后了 她也是皇后 奶奶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听说要打仗了 中原皇帝打起仗来是要灭族的 我们大家都出去躲躲 家都没了还去哪里躲 我也不知道随着大伙走呗 其实要我这把年龄了 走不走的都是那么回事 不就是早一天死晚一天死的事吗 我就是担心我那儿子 上了战场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姑娘 你们也赶快逃吧 赶快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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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爹 阿娘 小枫回来了 可是你们却不在了 裴照跟我说过 如果我回来 我和李承鄞的事 就会变成中原和西州的事 我明知道会这样 还是不管不顾地回来了 你们说 是不是小枫做错了 公主 在你回来之前 王上就已经决定要征战 那么多的西州男儿不惜牺牲 就是为了讨回西州的尊严 他们都是西州的有事 他们只是选择了 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可是流血残煞真的没错吗 我以为我把痛苦留在了上京 可是现在看来 我不仅带到了西州 还带给了无辜的西州百姓 我应该再忍耐一下 我真的不想看到西州 有一天像丹蚩那样血流成河 不 公主 这不是你的错 可是我在无形当中 推了哥哥一把不是吗 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 我一开始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除了死 没有其他的解脱 可我还是幻想能够回到西州 一切重新开始 原来都是我在骗自己 你没有骗自己 当你站在御门关城墙上的时候 你心里不是做出选择了吗 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我只想放下黎承鄞 放下顾小五 当你跳下城墙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放下了 现在的公主不应该是那个 为了回忆 为了爱与不爱而痛苦纠结的公主了 公主是属于西州的 阿渡也是属于西州的 阿渡 你说得对 是我之前太过于纠结爱恨之间 忘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哥哥选择战 是他为西州而活的方式 而我 要为西州的安宁而活 公主 你想好了吗 是 我想好了 阿渡也想好了 很庆幸 能够这样跟你在一起 阿渡 我永远的好姐妹 哪怕我们最后没有平息这场战争 哪怕我们都为此而死 不后悔 不后悔 驾 驾 f or s 在 立即传旨 西北丹蚩王府 加封赵靖允为护国大将军 协助平定叛乱 老奴遵旨 在此见下 西太阁社 六鹅二辉 老太二辉 救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公主 阿渡走了 将军 明日即将开战 您今夜 务必好好休息 您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您休息吧 您休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渡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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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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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州的将士们 今天 就是你们 一雪前驱的死后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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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小枫 高雄已经死了 这个中原公司 我们最大的叛臣 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中原的将士们 我知道你们被高显 带到这里开战 本意一定不是 与中原对抗到底 因为你们也是中原人 因为高显的一己私心 就拉上你们的性命 来陪葬 来对抗同胞 你们真的甘心吗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妹妹 走 别过来 小枫 别乱来 别动 你们要是敢动 我现在就去追随阿渡 哥哥停战吧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这一切都是高显的骗局 都是他的阴谋 因为他一个人的贪婪 要赔上西州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 降职吗 想想丹蝇 丹蝇灭族时的生灵涂炭 现在的血脉所剩无几 你难道要西州重蹈覆辙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把繁盛和欢乐延续下去 为什么不可以用龟顺 换取太平 哥哥 你以为父王 为西州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丧失尊严吗 不是的 生而为王 不是为一时支气而活 是要为族人的未来而忍耐 所有妥协的痛苦 所有妥协的痛苦要自己承担 为了去换取族人的幸福 这才是真正的西州王 应该有的尊严 主兰 文贵 五十三 五十三 后aram 五十三 兄弟 古小五 好 我这样叫你 你想起来了吗 我曾经唯一深爱过的人 不是别人 是你李承鄞 你你骗过我 背叛过我 杀死我的志情 我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杀了你 我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 我应该恨你 我应该恨你 可是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到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现在只想为西州的百姓而生而死 如果你还懂我 还想补偿我 就请停站吧 我作为西州的九公主 我作为西州的九公主 嫁到豊朝 为的是西州和豊朝 世世代代的和平 如果今天你们真的要兵人相见 我便是负了阿爹 负了明月娘娘 也负了太皇太后 更负了西州千千万万的百姓 我便是负了 如果今天 你们真的要开战 我不论站在哪一边 都是背叛 所以如果我的性命 能够换来哥哥和太子的醒悟 能够换来西州真正的安宁和幸福 我就没有遗憾了 小枫 小枫 妹妹 不要乱来 不 顾小五 放了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既然我救了你的命 你就得报答我 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 我就放了你 你曾经答应过为我做三件事 还记得吗 我记得 第一件事 我要让你帮我做一百只一火虫 这儿又回来 等着 你还欠我两件事 我要你一定做到 好 你说 第一件 我要你在有生之年 我们 我们 终缘铁骑永不踏入新州半步 好 我答应你 放下刀 好 如果你死 我绝不图活 松手 松手啊 你会被我拽下来呢 我不松 和我们一起来 你要一起走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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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一席望 最后一件事 答应我 好好活着 王 妹妹 走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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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小宝 小宝 妹妹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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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不讲理啊 你又不是水性 一会儿淹死你 别死我我也不要你气 心在别人那儿的女人 我还不想亲呢 求你 不要离开我 求求你 小宝 我阿婆是不喜欢中宝 但是过不了多久 她一定会像我一样 喜欢你的 你还没过门 别喝了 你又不能 还有我男人呢 小宝 是不是只要跟我在一起 不管去哪儿都可以 我跟你走 以后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好不好 恭喜她 恭喜她 她是我的妻 谁都不能带着她 我不能嫁给丽玺 我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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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她不能恨 她需要放下 只有放下 只有放下 她才能够换取 更重要的东西 等这些结束了 她一定会好好补偿的 她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 你那个朋友会不会等她 她一直无礼 一直没能等到 她的姑娘 你 你 你 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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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鄞 李承鄞 我原谅你 我原谅我们所有的甜蜜 亏欠 奢望 绝望 殿下 小芳 殿下 小芳 殿下 小芳 殿下 不 殿下 不要 小芳 回来 小芳 你回来 我 老秦 拜见太上皇 你怎么寻到这儿来了 山壤大典结束之后 您就找不见人了 这宫里上上下下都积坏了 老真想 您可能是到这儿来了 就过来看看 这新皇已经登基了 我已经把这 富足安泰的国家 交给了三皇兄的长子 这豊朝啊 权力的更迭 是第一次没有流血的 这么谢您 您郁郁寡欢 一心都把精力 放在朝政上 这一旦写下来 老臣担心 别担心 我有更重要的事做 我要去西州找他 找他 太上皇 小枫他 他 他走了这么多年了 您该放下了 裴正 你真是太老实了 竟然相信小枫让你相信的 你心想想 他是在弃我 在罚我呢 他肯定啊 是在哪儿躲着 好好地活着 不想让我发现 看着我着急 看着我苦 您的太子妃她早死了 西州 她的坟头上都长满了青草 她不会再回来了 不 她没死 她怎么可能死呢 穆昆 佩昭 你太傻了 她是这世上绝顶聪明的女人 她一定好好活着呢 她把我们都骗了 太傻了 这记忆 太沉重了 老臣恳请您 把这一切都忘了吧 忘了 忘川之水在于忘青 可忘川在哪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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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